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如這個錶 光由空氣 光的話呢 由這個空氣 射入這個戒指 射入 甲乙丙丁四種戒指 他要你回答 下一問題 甲戒指的話,入這個角是40度 折射角呢 它是30度 折射角這裡 固定是30度 好 請用這個錶 判斷甲乙丙丁四種戒指中 光速順序大小 好 我們知道說,這個角度 這個 在空氣中的那個 光速比較大 它有什麼呢 那個速度大的 射到呢 速度小的 它這個呢 折射線 會偏向滑線 你這個角度 角度差的越大的話 代表它速度差 會越大 好 那也就是說 我們就這樣講 就是說 光速 減掉什麼呢 減掉那個 光在呢 角 角戒指的那個速度 V假 因為這差10度 這差5度 所以這個速度差 比這個速度差大 大於什麼呢 這差5度 大於這個C 減掉多少呢 C是 C是在真空中的速度 真空中的速度 跟空氣中的速度差不多 C減掉多少呢 減掉這個V 因為這差5度 這差10度 這差20度 所以呢 這小的多少呢 C減V 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沒有差 這個什麼呢 這個 大於多少呢 大於這個C減C 這兩個速度一樣 這等於0 所以我們看看 那你把C拿掉以後 加個負號以後 你會發現 在柄的那個速度 C減C C的話 這個是釘的速度 V釘 這是釘的速度 它會小於多少 小於這個 那個光在 那個假切子裡面速度 那會小於 光在乙戒指裡面速度 那小於什麼呢 這個C不要看 這個變號 這是V釘 事實上 這個就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 在空氣裡面的速度 在空氣光的速度 跟真空差不多 所以 它那個 速度的大小 在乙戒指裡面 速度大小分別是這個 好 它的速率多少 速率是 釘大於乙大於甲大於釘 所以應該要選A 所以應該要選A 第一小題 應該要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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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看呢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它說 在甲乙屏釘 四種介指中 光速最接近 3 3乘以10的八四方 這就是真空中的速度 這個差不多就是在空氣中的速度 這個差不多是在釘的速度 在釘的速度 所以是釘 是哪一種介指 就是釘 所以第二小題 寫釘 第二小題是釘 好 再我們看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它說 若將錢幣放入巢中 注入等高的介指甲乙屏釘 請問錢幣在哪一個介指中 看起來最淺 那看起來最淺的話 就是說 它那個折射率最大的 就是 那個折射率最大 越大的話 它那個光在裡面 那個跑的速度越慢 光的話在介指裡面 跑的速度是等於 在真空中的速度 除以它的折射率 好 那現在的話 跑的最慢的是哪一個 跑的最慢是這一個 所以這看起來的話最淺 也就是它偏折的越厲害 偏折越厲害的話 看起來就會淺 我就說 比如說這裡有個硬幣 比如說這裡有個硬幣在這裡 然後你呢 這個眼鏡在這裡看 然後你這樣子的話 這裡有一個光 有一個光直接照過去的話 那另外一道光的話 這樣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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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過來的話 這個角度差越大 它的那個向的位置就在這裡 這個呢 這兩個角度差越大 這個就越淺 看起來就越淺 也就是說 在這個柄 柄這個介指 看硬幣是最淺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柄 第三小題話要選柄 是 是 谢谢大家